这确实是最近社区的安全事故很多 一个是最近咱们都在这些媒体上看到 咱们伊沙家超市的老板 遇害 然后其实我们身边最近有很多这样的事件 一个是像我们一个学生家长 学生家长 他是一个中医师 但是他在他的plaza就是被人杀害 然后还分尸 也就是前几天的事 前段的事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咱们也知道 有一个知名的地产经济 一个香港的同胞 也是被在Stufffield 在一个破旧的房屋 咱们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也遇害 说近期这些恶性事件很多 所以我觉得咱们华联总会 组织这样一个社区的安全会议非常有必要 这样这个即时的就是在判断形式 分析形式 然后找出相应的对策 这个有助于帮助缓解或者解决这些安全隐患 具体的措施呢 这刚才也根据这个各位主席会长的一些讲话 然后再结合我平常一些实践 平常遇到的一些这个情况 我觉得首先呢 是要这个首先增强安全意识 和自我防护 这个说起来容易 但是大家可能有一段时间 可能有到这种恶性事件了 都很紧张 都很小心 但是过了几天 一看这事好像跟自己也没关系 又开始放松 这样其实这就是说 这第一个就是利用咱们社团的优势 刚才这个王志祇说 利用社团的优势 对吧 然后把咱们身边的这些朋友 或者是协会的会员发动起来 让大家作为广为宣传 广而告知 让大家知道这些事件 因为很多人可能就平常不注意看新闻 也没有和大家交流 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比较少 你看刚才我说的几个恶性事件 有些朋友就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恶性事件 要宣传出去 不是为了吓唬大家 而是需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 以后加强自身的防护 然后这个作为我们自己来说 除了宣传 还要让大家在自己的居家 或者在外的这些行程上 也要注意安全保护 这个具体细节 因为我们在网上一查 有很多自我保护的办法 第三个就是在这个社区里边 如果大家有影响的话 把周边的邻居朋友建群 然后大家互相一个帮助 你像我们听说好几个社区都有自己的邻居群 然后晚上还有巡逻了 你像我还巡逻过一次 我还带着狗啊 或者是开着车 夜里溜一圈 这客观上也起到了一些震慑犯罪的效果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第二条就是要加强跟警方的合作 因为警方是最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犯罪事件 或者怎么样预防的这些 你像我们有时候社区里会有一些安全讲座 这就邀请我们当地的分局的警察 到我们组织的场所 让他们来讲一讲当前的治安形势 以及如何防范 其中反正很多外子都听听可能跟平常都是遇到的情况 但有些是平常遇不到的 比如说真的遇到这种入室抢劫 或者你的财务啊 人身受到威胁的时候 那警察就说不要去跟他去搏斗 这是他讲的非常重要的一条 不要去搏斗 你要要钱给他好 那钱以后还能挣回来 但是这个财务以后还能挣回来 但是你生命受到威胁或者是 就是说命搭进去了 就不值得 当然这我只是举个例子 就是说有很多专业的对抗 就是对付这些安全隐患的办法 这个警方是非常清楚的 加强和警方的合作 一个是讲座 第二个是也让这个警方增派巡逻力量 提前在社区里边做一些预防 第三个就是要加强和政府的合作 你说现在咱们华裔的议员 不管是市级还是省级 还是联邦级的 有很多议员 咱和议员沟通 然后把咱们的想法告诉他 把我们的concern告诉人家 然后争取在立法层面 或者说政策层面 来就是来想办法来改善这些状况 彻底解决估计需要很长时间 这是跟移民 跟刚才大家都说的 跟很多因素有关 但是通过议员们的这些推动 有可能会出台一些更好 更有利于治安这个状况 解决这些恶化的这些方法和政策 更好 更有利于 哦 我呢 说 讲一下就这样 谢谢